四位大師 為何你們這麼長坐在這裡 是不是有股票貼士推薦給大家 我們坐在一起當然是和股票有關 但今天不是講股票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騙 尤其是那些在網絡平台上唱好某隻股票的群組 又或者假扮知名股評人 盜用他們的相片放在群組頭上招搖撞騙 嘩 這麼嚴重 那麼我們的樣子有沒有被人等在群組上面去騙人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不要這麼容易被人騙 那就請大家密切留意證監會Facebook 和警方的Facebook 好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2月8日 有一些新搞作 就是轉載了一個是證監和警方 這個就是所謂商業團團科等等 就是欺騙組的等等的一個片頭 這個是預告片而已 遲一點點 你上他們兩者的網頁 是應該會看到它是全部的片段的 或者我們遲一點點起這裏 都可能是播一點點 就是這樣 首先看看這個行業板塊的一道 今天很多隻股票都升了 能夠回下的只是很少 今次看到了 是半導體的回來了 回雲了 開始就是說 龍頭行業股又會上回來 汽車都上回來一點點了 開了車 再其次 之前曾經起牌 第一 二位 第三位的中標儲寶 現在是回落來了 很明顯 這些不是真真正正的 可以領導股市的項頭 就給你們看恆生指數奇人股 恆生指數的時鐘 上來之後 開始是想上去 再試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不要這麼開心 如果真的再試上來的上軸 除非你一直一直上升 如果不是的話 都可以好像這樣 上回之後 就跌下來的 這裡這樣 這樣上回來了 在這點裡面 除非就好像這樣 上回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若然不是的話 都可以是跌下來的 雖然 我是說叫大家可以建議 可以考慮 是現價級 我始終是有戒心的 我是有戒心的 看好止虧位 好嗎 如果虧穿這些的話 散兵 為甚麼這個是289呢 因為這裡中軸位是290 所以如果是289的話 我就多虧100點給他 如果上不到去這裡 那就下班了 上到之後又怎樣呢 你還有一個擔心 會不會在雙頂 若然在雙頂的話 你也要考慮 今天講講 有朋友問 郵柱銀行 郵柱銀行近日很多消息 因為巴菲特人是買了 郵柱銀行 所以最近很多資金追捧進去 郵柱銀行是很簡單的 一個銀行 為甚麼巴菲特的人會買它呢 就是這樣 它一買之下 就由低位這裡 就由地獄 地板 去到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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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線圖來的 月線圖 來到天花板之後 我就看一件事 一頂 兩個頂 三個頂 它可能成為三頂而破的格局 上面量度的升幅可以多少呢 有幾高下的 不過初期不要這樣高 看它 你先6.2 6.2 你才可以 再跟著上面 看看 為甚麼6.2 是一個量度的升幅 在這裏 這裏 由這裏 到這裏 你的頂位 下到這裏 就要加回過幾上去 過幾上去 時之中 大致上是5元左右 上面就是6.2 當然它會不會還超過6.2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 先看這裏 之後記住 如果跌穿了5.5 就要走路了 5.5是甚麼位 是保力加通道的 是上軸的這個位置 如果跌下來的 那你當然要走路了 現在這裏 也能見到 有一個挺好的升勢的形態 上去 一直是上升上去 不過記住 始終是說一件事 是人都知道去買的 始終 你怎麼搞呢 郵儲銀行 是的而且確 為何會有人會選它呢 因為 耕田佬 賴債的 是少些的 耕田佬 真真正正的 比較上面 是 這個 是穩陣些 現在呢 因為用得郵儲銀行那些 都是一些和鄉村等等有關的東西 城市人 當然是多數用城市銀行 城市人 大家都知道 艱低的 這個郵儲銀行 其實是日線的兩個月圖 小米集團 曾經一度被人認為是很好的 很有潛質的 最近真真正的 很慘了 小米集團現在怎樣呢 來到這裡 在這裡 不可以保持 繼續建立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然後跌下來 現在去到中軸這裡 中軸這裡 是26.6 現在這裡 它如果不守得穩的話 下面 只看回來 這個下軸這裡 是應該19元的 不過由於它一直延伸上去 你可能 去到20元 21元的水平 阻力 自然就在上面 30元的水平 就是這幾個 這幾個價位的底 沒有法子 現在來說 這個是小米集團 由於受到不離的消息 連串的打擊 在這裡 唯一的好處就是 它開始收回到保力加通道下軸的裡面 你看它 有沒有繼續可以 可以收到這個力 然後打橫走 然後再逃上 如果它只是收了 上去之後 再下回去 那又沒有樣子了 這個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清科創業 前幾天是介紹過的 有朋友就問 為什麼那些人 還要起高價時拿了六百多萬股 那就是一路跌到九下來 這樣 這個你就要知道 第一 我再說一次 清科創業是什麼東西的股票 它不是一種任何的所謂的科技股 它是服務於科技行業的股票 其實好像從中油服一樣 它不是去開彩石油 不過幫開彩石油的那些 去開彩石油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它們會做的事情 就是它們對於所有的財務狀況等等 都很清楚 它們的清楚 一定會清楚得過你和我 那些人會計算的 我再說一次 在1945年至1948年代 在三藩市那邊 在那裡叫舊金山 有很多採金者去那裡做 不是每個人都採到金的 不過有一種行業 一定必發達 為什麼呢 採金者 如果十個人裡面 有一個採到金 那當然是發達 真其他那九個做什麼呢 要用錢去買一塊鏟的 買糧食的 買建築材料建一間屋 甚至死鬼之後買棺材 那那個是什麼 就是找一些當地的 所謂的五金店 類似五金店 是服務一些採金人士的東西 那這些五金店 或者這個店 那些店舖 他們是很不同的 他們真正是 你採到金我又賺你 你採不到金我又賺你 你生的我又賺你 死的我又賺你 那起這點呢 那些人是發達的 那些人 也都講 好像在任何一些地盤裡 我們現在都有這些地盤裡的餐廳 這個餐廳 它不是去建屋 不過它是服侍建屋的那些工人 所以它是地盤裡面的服務業 賺錢的 賺錢的 所以在這點裡面 這個他也是這樣做 那這些人 你認為他對所有大的形勢 掌不掌握 掌握 為什麼在這裡 一路由十一元上市 上到十五元再跌下來 這裡跌到六個幾 哇 好像這麼沒眼光 這幫人 你信他嗎 你信他真的沒眼光嗎 當然不是 在這裡慢慢收快些貨 那它會不會彈上來呢 那幾天前面就在這裡介紹 現在今天叫做彈一點點 還彈上了保力通道的上軸 中軸 那接著看什麼 那就看下它上軸那裡 上軸多少 9.2 那會不會到時候升高一點 我不知道 看一下 是不是 這個就是日線圖 這個不是小時圖方面的 小時圖方面 那希望 就是朋友你明白 那這個股票 你不要以為它搞科技 它服務於科技 那就是好像這個中油服 那我就覺得呢 這些行業呢 挺好的 就是創業也好 不創業也好 我都賺你錢的了 那同時這幫人呢 我覺得就是 第一 你是與狼共舞的 做得這份事的人 那個電腦有多少 你都不清楚 所以呢 要記住 你這些造點這件事 這個 1945是與高手過銷的 小心 小心 有朋友問 中車時代 電力 好嗎 好的 不過呢 過了去了 好的過了去了 這些就是好的 過了去了 你看到它跌回到 寶利加通道的 是上軸的下面 那下望重點呢 你可能再彈一點點 不過 可能的情況 也是再繼續向下 那 在日線圖裏面呢 就已經是 寶利加通道的 是下軸的這個位置 向 手軟軟就是這裏 那現在這裏呢 就等它試完下軸 看看試不試到 等等再上去 那在這點裏呢 暫時 你要買貨的 可以 低跌 你要有貨的 可以 估了它 為什麼呢 市盈率13 只有1厘息 是 真是雞勒到鼻 你不升就沒有用了 可以自家 6690 可以自家 如果有朋友記得的話 他一上來上班那天 我就說 要買它 但是 大摩呢 就是 這個周綫 大摩就昨天出報告 就說買它 那麼 很多呢 看不明白可以自家 究竟是賣什麼 雪櫃嗎 家電嗎 不是 它在賣5G的產品 將5G的產品 等到你進你家裏 是叫萬物互聯之一 不過不是工業的 是聯繫你家庭裏面的產品 將來你的雪櫃就告訴你 阿sir 阿曼 你的牛奶過期了 要換了它 然後告訴你 阿sir阿曼 你的豬肉已經快要用完了 快點買回一些 牛肉不要吃那麼多 那一塊 它可以這樣告訴你 所以 在這方面來說 這個家電股 不是普通白色家電 不要再把它等到白色家電 那麼低B的東西 記住它是叫自家 可以電器 是它的前身 可以電器 在國內的製造業來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曾經把電兵商 它認為不好 拿了它出來 當眾打爛它 告訴工人 這樣的產品 我們不能交給顧客 因此它一直交 它是要交優質的產品 去年的時候 因緣巧合 去了青海 參加了海耳電器 或者海耳自家 當時這個名字都不知道 總之可以 有一個研討會 裡面我才知道 未來的電器 是什麼的家夥 是不講得少 不是我們所想像得到 現在看得到的那些東西 香港有什麼賣 我不知道 你可以去看看 第四 這個海耳自家 這個電器 它們的標準 可能再將它成為 全世界 這類電器產品的標準 你說有沒有前途 我就認為很有前途 現在它這個位置是做什麼 為什麼呢 可能是一個雙頂 這裡有一個頂 現在這裡有一個頂 如果它上破了 那就再看高一些 就看到42元 所以我覺得 沒問題的 現在就吸納一下 你說它跌到22元 可以嗎 會 那你就走人 35元 35.8元就走 找一元雞 看上面是幾元雞 就看看是否行 當然我們要看它 它派息是怎樣 因為它剛剛今年才上市 不是今年 是去年 2020年上市 所以這個大家要提 是值得留意的股票 這個是小時圖 今天推介的是建設銀行 巴菲特買的是油柱銀行 買之後就買到開銀行 建設了歷史高位 我建設了一個很普通風的建設銀行 沒什麼問題的 最重要的事情 有錢賺 賺多賺少 但求有一個碗叉燒飯就算了 是不是 建設銀行怎樣呢 如果在周線圖一年的話 你就看到一頂 兩頂 三頂 四頂 這幾個頂裡面 它現在試回來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再跟著上去 是可能 我說可能 永遠都可能 股票市場 就是會突破這個頂的位 若然突破這個頂的位 按照量度升幅 就會大約是六個半 六個六 六個半 這裡大約四個九 五元 即是這裡有一個半人錢 一個半人錢 就由這個六個半 再加一個半上去 那就可能見到八元雞 在那裡搏 起不了 做不做 搏不搏 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不過我的看法就是 日線圖數更加清楚 就比你看到幾個頂 現在這裡它升不升得上去 升穿了 再上就可以做了 當然你可以去到這裡 升了之後再上去 再你才買的 這樣就覺得 適於微視 在這點 是不是可以去考慮 買點 然後再上去呢 它快要公佈業績了 那怎樣情況呢 P4倍幾 息率有六厘 照這個 都比等錢的銀行 所以如果有閒錢的話 買一見錢銀行 或者公行的 都可以 因為這兩隻都是這樣 這兩隻大牛龜 走得慢 不過去到現在 就開始被人看 是追落後的情況 這個是日線圖方面 這個是以往推介股票的紀錄 這個是推介股票的 這樣就 這些呢 是大約在10天之前 回答觀眾問題的一些股票的情況 如果這個股票 回答不了你的 你可以翻查一下這個網頁 看看會不會是曾經 以前有朋友問過 可以來參考一下 當然 如果太長時期的 就參考也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所以我只是等10天到這裡 好 這個就是這裡 這麼多了 今天 多謝大家